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赞美是带正面的力量 使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受到益处 父母不需要因为孩子的赞美 而爱自己的孩子 但赞美却让父母感受到孩子的爱与感激 另一方面当孩子能够赞美人的时候 是这孩子能发出正面影响力的时候 更是能够受到祝福的时刻 同样的上帝也不需要人的赞美 而是人需要透过赞美上帝 来体认到自己领受的祝福 没有人不喜欢受人赞美 即使是一句简单的赞美 往往也能够使人振奋和鼓舞 并且得到自信与不断进取的力量 生活中缺少了赞美和鼓励 每个人都会失去信心 甚至失去生活的勇气 有个故事说 在一个小村庄里 有一位卖猪肉的屠夫 他看起来非常的凶悍 常常是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所以大家都有点惧怕他 后来屠夫死了 有一位邻居过来安慰他的女儿 邻居说 你不要难过 其实我了解你的爸爸 他是个面恶心善的好人 屠夫的女儿听到这句话后 张大了眼 瞪着那位邻居看 把这位邻居吓坏了 只想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 屠夫的女儿说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讲 我父亲一直到临时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是人缘很差 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人 如果他能够在活着的时候 听到你这样说 该有多好 今天的圣经历代之下 第五章十三节 吹号的 歌唱的都一起发声 身和为一 赞美感谢耶和华 吹号敲拔 用各种乐器 扬声赞美耶和华说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 便透过我们的赞美 为我们周遭的人们 带来正面的影响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